八十岁老人为何被女儿如此对待 你累了 她进衣服 叫她洗 还要刷饭 女儿心中又为何愤愤不平 我说你欠我爸的 我爸这辈子已经够够给他们那个了 你现在还要这样子 告上法庭 矛盾如何解决 有种各种女儿 那你要不要让他们成家赶养费 我那个良心的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养老不能光给钱 八十岁的何云香老人 一直跟随女儿正宝花一家生活 没想到这把年纪了 却跟子女闹到了对不公堂的地步 你自己说 自己吃 我跟女儿一起 是这个意思吗 2005年 何云香的老伴 在这处房子里过世了 后来何云香也一直住在这儿 她住一楼 女儿一家住在楼上 老人说 她一共有五个子女 这次打官司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和小女儿正宝花的矛盾 女儿都扮女儿心 正宝花矛盾比较软 心肠比较直 老人告诉法官 之前正宝花对自己还不错 但2012年小女儿和丈夫离婚之后 性情大变 经常无缘无故地辱骂自己 起初小女儿说一些难听话 老人都忍了 何云香老人心想 等过一阵子 女儿心里过了离婚这个坎 应该就会变得懂事 不会再这样对待自己 但令老人没想到的是 后来女儿对她的态度 到越来越差了 老人告诉法官 有一次母女俩因琐事 发生争吵后 女儿竟让她跪在水泥地上 祭拜死去的老伴 当时12月的浙江 夜里已经非常冷 老人说 当时后半夜 自己动得实在无法忍受 便上床休息了 结果被女儿发现后 女儿正宝花 又将自己的头发一把揪住 从床上脱下来 按在地上 逼她继续跪在照片前 由于年老体弱又时常受到打骂 何云香老人的身体越来越差 2017年8月 老人因贫血到村卫生室治疗 小女儿正宝花又当众辱骂母亲 一气之下 老人搬到了大女儿家生活 老人的大女儿与小女儿正宝花 住在同一个村里 两家人之间只隔几户人家 尽管距离这么近 母亲离家之后 小女儿正宝花 也从没有前去看望过 就这样 僵持了半年之后 看到小女儿一副 不打算再管自己的态度 老人感到十分绝望 这才想到走上法庭 给自己晚年找个栖身之地 与此同时 老人也将其他几个儿女 一并告上法庭 要求他们对自己尽赡养义务 和云香老人 一共有五个子女 她一直是跟着最小的女儿 正宝花一起生活 可是这个小女儿 脾气实在是太差了 对老人经常是没什么好脸色 那为什么和云香老人 还要求继续住在她的房子里呢 老人另外的几个子女去哪儿了 他们有没有尽到赡养义务 他们又为什么眼看着自己的母亲 受这么大委屈而不管呢 为了了解情况 法官找到了和云香老人的小女儿 正宝花 面对法官 正宝花连连喊冤 你说我假如是虐待老人 我妈八十岁的人 能够把她虐待 这么硬朗吗 为了证明自己说的话 正宝花带着法官 走进了母亲的卧室 你看我妈电视空调 还有DVD都有的 我这里坐是吧 我房间里没有空调 没有电视 如果作为我一个女儿 她们说 说心里话说不过去的人 你说是不是 正宝花说 母亲上法庭告自己 这背后是有隐情的 原来和云香和正宝花的父亲 是再婚 正宝花和哥哥姐姐们 都是同母义父 同母义父的也算蛮亲的 那作为他们来说 应该要扶子我 还要到我老婆上扫爷 我就觉得他们就是欺负我 太甚了 原来和云香老人 一共经历了三次婚姻 1959年 和云香第一次结婚 生育了三个孩子 大女儿祝金花 二女儿祝小花 还有小儿子祝金德 后来第一任丈夫意外去世 和云香就改嫁给了一个姓王的男人 又生了一个儿子叫王明 这个孩子后来被过季给了别人 现在在杭州生活 祝金花说 自己的亲生父亲去世时 他们三姐弟还很小 最大的他才七岁 妹妹四岁 弟弟两岁 过了几年母亲改嫁了 这个姓王的继父脾气暴躁 姐弟三人没少挨打 因为无法忍受继父的暴力 15岁的祝金花 带着10岁的弟弟离开了家 回了原来的老屋生活 后来何云香也逃离了这个家庭 1977年 她再次结婚 跟第三任丈夫生育的孩子 就是最小的女儿郑宝花 郑宝花称 父亲去世后的这十几年 对母亲尽着赡养义务的人 主要是她 而不是哥哥姐姐们 因为我妈 我跟她吃 跟她住的 吃和拉萨都是我弄的 肺炎的时候 我在医院里 我在医院里 我妈去 她们又没去了 而大女儿祝金花也承认 这些年自己的生活条件 一直比较差 之前对母亲的照顾 也比较少 就是自己的条件也不好 也应不起来 最近几年 祝金花的孩子 做生意赚到了钱 他们的生活 才跟着稍微改善了一下 也才有了更多的能力 照顾母亲 在祝金花看来 妹妹郑宝花 虽然吃穿上不缺母亲的 但平时对母亲的态度比较差 我后面那个餐园 那个地儿 这么大块的石头 捡去捡去捡去 捡去捡去 好长时间 好乐的 那个时候 后来就 那个不好 那就换到了 看到母亲身体实在吃不消 祝金花让丈夫带她去治疗 花了几千元给母亲输液 又住院休养了一个多月 去住的一个月了 住的一个月吧 要领导吃饭 吃得小吃一点 头巴还是预备 二女儿祝小花也说 虽然这些年 母亲都是跟着妹妹 郑宝花在过 可郑宝花 她非但没有照顾好母亲 还让她承担繁重的家务 相比两个姐姐 祝金德的经济条件 还要更差一些 但作为儿子 祝金德也在 母亲赡养的问题 上废着心 起诉的事情 就是她张罗的 是我叫她起诉的 对于哥哥姐姐们的指责 郑宝花解释说 在她眼里 母亲这么多年 为这个家做得太少了 操心的都是些别人家的事 让她心里很不平衡 我说我这辈子 我爸已经给他们开流 开得够呛了 因为我家里以前房子是 镇江村小学旁边的 在祝金花有四个小孩 祝金德有一个儿子 还有祝小花有两个女儿 七个人就是说 读小学时陆陆续续 中午一顿全部在我家里吃的 郑宝花说 父亲在世时 朱家三姐弟也和他们经常来往 没少受恩惠 祝金花也承认 郑宝花的父亲对他们不错 宝花的爸爸对你们好不好 好的 那好的 郑宝花作为家里的独生女 已经对父亲的做法心生不满 然而父亲去世后 母亲和云香做的事更让她看不惯 郑宝花说 母亲经常去帮哥哥姐姐家干活 父亲去世不久 母亲就又提出要去帮祝家姐弟做事情 郑宝花感到非常气愤 所以才发生了 她让母亲跪在父亲一项前的事 那我就叫她虾马拜 我就说 我说你欠我爸的 我爸这辈子已经够够给他们那个了 你现在还要这样子 原来和云香老人结过三次婚 小女儿郑宝花跟另外几个哥哥姐姐 感情不深 甚至因为自己的父亲帮了 祝家姐弟太多 心理上还有些不平衡 也许在她内心深处 祝家姐弟并不能算是家人 却分走了自己应得的那份父爱 所以她才对母亲和云香更加的不满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 这么复杂的一个重组家庭 其中的关系就更难捋顺了 法官会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 通过走访情况已经清楚了 法官认为 几个子女都愿意承担相应的赡养义务 此外 郑宝花对母亲的行为也够不成虐待 情况可以调解 你说如果她们小心 既然这个老娘一人轮一个月 还是四个人 还是三个月位一年位 都一个客人一样吧 也三个月 大女儿朱金花和她的丈夫表示 等到老人实在不能动的时候 她们同意轮流照顾老母亲 但是她又说 自己现在帮女儿带孩子 而且丈夫身体有病也需要照顾 现在母亲生活还能自理 她希望母亲还是跟着妹妹 正宝花生活 自己在经济上予以补偿 朱小花也认为 母亲还是住在妹妹 正宝花那里比较好 她愿意承担一部分赡养费 现在还是住在宝花那里 吃另外吃好了 如果不会等几个人 你没时间 姑娘就出钱好了 朱金德也表示 希望母亲单独生活 她愿意出赡养费 然而对于母亲提出来的 回来住要有自己的房间 另外开火烧饭吃的要求 小女儿正宝花表示了异议 都是跟我的 我凭什么支持 他们要叫她自己烧 就是那个 我不会出合 我知道那算什么 他们想她自己烧 他们那般也到我家里 我不乐意 我不乐意的 有些人说 他们告诉你目的是 你要房一点 是不是这套房子 是不是想来挣财产 正宝花说 她家的这套住房 宅基地在她父亲的名下 实际出资人是前夫 现在父亲过世 母亲年纪也大了 正宝花最担心的是 住家三姐弟 寄予母亲名下的房产份额 2018年5月 法官将何云香老人 在本地的几个子女 都叫到了法庭 正宝花的前夫 也特意赶了过来 调解过程中 对于正宝花 最担心的房子问题 住家三姐弟 表明了态度 这个我们不会想这个的 我们不要的 你们不会的 根本不会去那 亲儿听到哥哥姐姐的表态 正宝花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这对我摸摸好 什么东西我不会想的 打消了正宝花的顾虑之后 法官提出调解方案 还是希望老人和正宝花同住 但是独自生活 不再承担繁重的家务 你如果想买的话 你也不用说开大宝 我给你买 好不好 对于老人每月的赡养费的问题 住家三姐弟表示 母亲在他们小的时候 没有照顾过他们 因此他们的费用 一定要比妹妹少 那一百块钱一个月 就是 他要比方 他保花肯定要多老一点 一百块我也可以的 那我也是一样的 那他们一人一百块 那我两百块了 一月不月的 那他保花三百块一个月要的 调解协议最终达成 老人在小女儿 郑宝花家继续居住 不再承担家务 住金花 住小花 住金得三人 每月分别支付 何云香老人 赡养费一百元 郑宝花 每月支付三百元 将来到了老人 不能动的时候 四个兄弟姐妹 轮流照顾 郑宝花的前夫 还当场表示 每年给何云香老人 两千元的生活费 面对法官的劝导 郑宝花也反思了 自己的所作所为 一个笑也要顺 如果我笑是确实我做到 但是我顺着没顺到她 也不舒服了 接下来说 我赶紧吃 赶紧用 但是讲话讲得不好听 那她觉得不舒服 最终何云香老人 还是住到了小女儿 郑宝花家里 其实郑宝花也不是 不愿意闪耀老人 只是总是不由自主地 把内心的不满和生活上的怨愤 发泄到老母亲身上 表面上 看似是郑宝花 在赡养自己的母亲 实际上 她还在不停地向母亲索取 不仅要求年迈的母亲做家务 还要求母亲包容她的坏脾气 看起来 她在精神上 还不像是一个 可以承担起家庭责任的成年人 我们都知道 对父母的孝顺 绝不仅仅是物质条件上的满足 人到晚年的父母 也需要子女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支持 尤其是儿女 不要惹自己生气 那么在这一点上 需要反思自己的 可不止郑宝花一个人 我是徐军 明天见 一个神秘的兼职群 是如何让象牙塔里的学子 寝食难安 帮他们拉人 然后租车那个平台 还未毕业 却欠下巨款 那个时候 大概应该是五万左右吧 所有的 谁又该为这场骗局 承担责任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校园内的陷阱